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赚钱并不容易 因此,都希望把自己辛辛苦苦赚回来的钱存起来 变成自己的小金库 这样以后想买什么东西,就可以实现自己的愿望了 但是很快你会发现,想存钱真的太难了 自己发了奖金就会想请人吃饭 逢年过节还会送礼物,而且还专挑贵的买 也有人会开健身房的联卡 却发现自己一年也没去几次 到最后,你发现自己的钱包已经被这些有的没的消费掏空了 钱根本存不下来 为什么你总是很容易花钱,而且还是冤枉钱 其实这背后隐藏了一个商家永远不希望你知道的金钱心理 如果你不懂这个金钱心理 你将很难拥有自己的小金库 1980年,芝加哥大学一位著名的行为经济学家 理查德塞勒首次提出心理账户的概念 并由此获得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他认为,除了荷包这种实际账户外 在人的头脑里还存在着其他心理账户 人们会把在现实中得到的收入在心理上划分到不同的账户中 比如,我们会把工资划归到辛苦劳动 日积月累下来的勤劳致富账户中 把年终奖视为一种额外的恩赐 放到奖励账户中 而把买彩票赢来的钱 放到天下掉下的馅饼的账户中 而普通人分别采取不同的心态去对待这些心理账户 例如,对于勤劳致富账户里的钱 我们会精打细算,谨慎支出 而对奖励账户里的钱 我们就会抱着更轻松的态度花费掉 比如买一些平日舍不得买的衣服 作为送给自己的心理礼物等 天上掉下的馅饼 账户里的钱是最不经用了 通常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想想那些中了头彩的人 不论平时多么的节俭 一旦中了500万 也会立马变得豪情万丈 去五星级酒店请朋友大吃一顿 还开了一瓶3000元的红酒 平时从来从没买过这么贵的红酒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行为 就是因为把收益存在自己的意外之财账户中 当意外之财花完后就关闭了 实际上,绝大多数的人都会受到心理账户的影响 因此总是用不同的态度对待相同的钱 并做出不同的行为决策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 一万块的公司 一万块的年终奖 和一万块中彩票的钱都是一万块 可是普通人却对这三者 做出了不同的消费决策 研究还发现 当人们把一个账户里的钱花光的时候 他们就不太可能再去动用其他账户里的资金 不同的账户心里感受不同 而且彼此之间还不能替代 如果你正在创业 接下来的内容你更要仔细去听 因为我们甚至可以利用这一点去控制顾客的消费欲望 帮助你获得更多的销售利润 如果你是普通消费者 你也能从中了解到商家的销售套路 可以更理性的去消费 商家都是怎样利用心理账户去影响消费者的购买意愿呢? 第一种方法是转移心理账户 最为常见的是设置情感账户 聪明的你可能会发现 要说服人们增加某项消费是很困难的 但要改变人们对于某项消费所属账户的认识却相对容易 换句话说 如果人们不愿意从某一个账户里支出消费 只需要让他们把这笔消费划归到另一个账户里 就可以影响并改变他们的消费态度 例如,王先生非常喜欢商场的一件羊毛衫 价格为1500元 他觉得太贵了,舍不得买 但他妻子买下羊毛衫并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他 他却非常开心 王先生的钱和他妻子的钱都是家庭的钱 为什么同样的钱以不同的理由开支 所产生的心理感受不同呢? 因为情感维系和人情关系在国人心理非常重要 人们对于情感的投资往往大于日常生活中的其他开销 自己买羊毛衫的花费属于生活日常开支 1500元太贵了 而作为妻子送给丈夫的生日礼物属于情感维系开支 1500元可以增进夫妻感情 回报是无价的 因此人们会欣然接受来自亲人的生日礼物 却不会购买一件自己喜欢的羊毛衫 实际上,每年中有很多节日是与不同的人增强感情的 像父亲节,母亲节,教师节等 商家可以把平时的商品经过一番包装后 摇声一遍成了表达情感的最佳方式 比如,中国大陆有一个保健品的广告语做得非常成功 今年过年不收礼,收礼只收老白金 如果从日常消费支出的角度来说 这个食品价格是较贵的,一般人不舍得买 但他成功地将一个普通的保健品塑造成了送给老人家的最佳礼品 让人们从社交账户里掏钱 而有的人的社交账户是几乎没有上限的 再比如,结婚的时候女生都会去婚纱店试穿婚纱 而里面的婚纱一般都不便宜,几万块起步的 然而晚上收同款几百块就能订到 那商家又是怎样实现这中间几乎一百倍的价差呢? 当你看看他们的广告语时,也许你就能发现答案了 他们的广告语是这样的 你这一生想穿几次婚纱呢? 你会发现,商家又在转移心理账户了 婚纱是什么?它是衣服吗? 不对,婚纱是一个新娘一生一次的人生体验 这个属于人生里程碑的心理账户 这个虚拟的账户还放着什么呢? 你这一辈子可能就结一次婚 送一枚婚件你的预算是多少? 你这一辈子可能就生一次孩子 你做月子的预算是多少? 你可能一生只出国留学读一次大学 你的预算是多少? 这样一想,似乎五六万的婚纱也挺合理的 第二种方法是减少支付痛苦 让你感觉很超值 主要有三种策略 一,折扣策略 一般商家给出的优惠方式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绝对值表述 是直接告诉你优惠多少钱 比如优惠200元 另一种是相对值表述 是在原价基础上给一个优惠比例 如八折出售 消费者对绝对值和相对值优惠的体验存在较大差异 研究发现 小金额商品和大金额商品在表述优惠时 选择的策略不同 对消费者的心理效应是不同的 高价商品促销应该采用绝对值优惠的表述 而低价商品促销则应采用相对值优惠的表述 例如 你不会看到房地产商写着打95折 因为楼价数字大 与其要客户慢慢计算 不如写明优惠利减10万 这样对购房者会产生更便宜的价格感知体验 相反 如果某商品的价格只有几十元 那么半价出售会比优惠减20元更能激发消费者的购买冲动 第二个减少支付痛苦的策略是预付策略 我们在花钱的时候都会尽量避免痛苦 但是真正要付钱的时候 付钱的动作终究还是很痛苦的 再怎么样 心里多少都会挣扎一下 商人其实也都了解这一点 所以你会发现 他们无所不用其极 在降低你付钱的痛苦 当下付钱 绝对是最痛苦的 所以商家会把付钱时间提前 采用预付制度 较典型的例子是健身房美容院的年费 他们并非按次收取 而是在最开始时一次性收取 他将使用和支付分开 等到你下次再去消费的时候 付钱的痛苦已经离你太过遥远了 你根本就已经忘掉它了 所以你不会把这些钱 当作是你这一次消费的金额 因为接受服务时没有明显的花费感受 你的大脑会解读成这些东西都是免费的 第三个减少支付痛苦的是 以旧换新策略 这个策略在一些较耐用的产品 比如相机 汽车 笔记本电脑等最为常用 有人做过实验 第一组顾客来看相机的时候 销售人员告诉他这是一款最新出的相机 可以拍出更高质量的照片 而且更轻便 原价是2000元 现在有活动1000块就能拿下 但和第二组顾客更着重表述的是 如果你们家里有相机的话可以以旧换新 最高1000元 我们一般会认为 选择以优惠价买相机的人 可能与通过以旧换新的形式买相机的人差不多 但在实验中 选择换购相机的人数 显著大于选择优惠购机的人数 为什么同样可以优惠1000元 可是不同的策略会引起消费者不同的购买欲望呢 因为当消费者想购买新耐用品时 如果旧的耐用品仍具有使用价值 尤其是当旧耐用品以前使用的频率很低 又没有愉快的使用体验时 消费者认为自己还没充分获得这个产品的使用价值 则很难做出购买新产品的决定 此时商家可以采取以旧换新的方式进行促销 比如一辆新车价格为15万 自己平时开的车按照二手市场价可以卖10万 这时候如果采取以旧换新的策略 就只用补上5万块即可买到新车 买车的心理账户一下子从15万的支出 变成仅需5万元的支出 而且原来的车也并没有浪费掉 只是付费升级了 心理上会觉得很值 就更容易接受以旧换新的方式 塞勒教授在获得诺贝尔奖之后 有人问他 你准备怎样去花你的110万美元的奖金呢 塞勒教授说 我准备用非理性的方法 快速地把它花完 因为他对我来讲是一种意外之材 以上都只是一些例子 去解释我们的消费欲望 会随着我们的心理账户而改变 无论你是消费者还是商家 都不妨多了解金钱心理学 对于日常理财或市场营销都会有莫大帮助 中天财经频道感谢大家两年来的支持 订阅人数突破十万人 可是看起来今年可能没有很好 除非七年我好像已经结束 由于买金融股就存股了 存股族一般不会买在最高点 我觉得上方的那个重心 高度真的有降低的感觉 高含金量专业节目 请继续支持中天财经频道 订阅 按赞 分享 开启小铃铛 一起打开财富大门 五星总统级的顶级食材 秘制独家配方 以十多道严谨的工序 将严选的大干贝 珍珠包 石斑 鱼菲力入将 上快点购的网站来订购 就拥有五星级的食材 同时还有推荐代码 cti999就能够享优惠 给大家总统级的享受 没有